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报道 3月31号由两架解放军战机飞越所谓台湾海峡中线 台当局反应强烈称此举破坏了两岸现状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这是解放军年度训练计划内的正常安排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也不允许分割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 是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所在 反对台独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